人头户的价值水涨船高 诈骗集团对待被害人的手法 恐怕会更加的凶残 随着诈骗集团高阶干部查董 以及其余共犯陆续的落网 更多害人的内幕也曝了光 具有资深刑警透露 由于警方打炸的力道逐渐加强 导致被害的人头户逐渐减少 他们的价码也因此水涨船高 这一回台版柬埔寨事件 造成了三人惨死 仅仅不排除这集团 有可能会仿效KK园区的手法 把脑筋动到被害人的器官上头 面对媒体提问 诈骗集团全员不发抑郁 男子上告被带上警车 狼狈模样曝光 随着诈团高阶干部 陈姓主贤查董落网 遭法院裁定羁押禁件 查董的左右手负责发放薪水 运输淡水 以及桃园集中营物资的大涨房 增性共犯 协助气势的谢姓菜姓共犯 部分招待以及投案 警方持续追查发现 诈骗集团分工细腻 从上到下分层控管 还把被害人通通以 集中营事方式管理 全是因为他们的价值 已不可同日而语 台本柬埔寨园区 同样是以真材广告 以高清诱骗及需周转的被害人上钩 打着月薪5万到30万 但都是做些偏门工作 由于这些活体 人头户越来越少 诈骗集团为了逼迫他们达到业绩 手段比以往更加凶残 这回三名被害人死亡 还遭气失 集团很可能仿效柬埔寨 诈骗集团手段狠毒 引起社会关注 新北市长侯友宜 特地到市刑大 关心案情进度 而被羁押的高阶干部查懂 口州的幕后指使者到底是谁 这个组织到底有多庞大 警方抽丝剥茧 持续向上追查 要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 记者三文周中霖 新北市采访报道